2014年,Ray People网络红人经纪公司自成立以来 一路不断地栽培和提拔旗下网红 并逐渐将他们成功转型,成为线上艺人 Joy四叶草2014年因一首Malitia Zabor让他红遍全球 随后于2015年推出的好想你 更是让他红遍世界华人地区 也跑遍各大综艺节目 还受邀成为中国江苏卫视盖世英雄节目中王力宏导师的学员 此外,Joy四叶草受到许多草商青睐 拍摄广告以及成为品牌代言人 而米奇尔和念慈于2016年推出了个人EP 他的音乐作品及火辣造型都引起高度讨论 随后,米奇尔和念慈也横跨主持界 加入了Astro综艺节目《叫我男生》的主持行列 欢迎收看《叫我男生》 2017年2月份 Joy四叶草和米奇尔和念慈受到了中国美拍手机青睐 携手合作推出了音乐作品《小清新》 并受邀飞到了中国出席美拍手机推荐活动 成为马来西亚唯一的代表 除了打造青春偶像 Repeople逆向操作 为旗下网红陈德剑量身制作单曲《我很坏》 叛逆搞怪的形象引起了网民热烈回响 也让陈德剑成为2017年头讨论度最高的网路红人 同时这首《我很坏》也迅速窜红 成为大家争相翻唱的歌曲 Repeople经营网红艺人 也制作了许多网路节目 更在2017年也极力于发展新闻领域 将公司最长寿的网路节目 Red News扩大到主流领域 成为马来西亚其中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媒体 Red News Daily不仅涵盖了时事与网路上当红的话题和对象 同时也经常采访热门新闻里的风头人物 让网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新闻事件缘由 2017年10月29日 《四叶草记》发行了两张EP之后 他也正式推出了他的首张完整个人音乐创作专辑 《我来自四叶草》 专辑中有大部分的词曲都由四叶草亲自操刀 唱作俱佳 也让他顺利转型为创作才女偶像 蓄势待发 全力进军中港台音乐市场 2017年10月份 Repeepo在泰国丹诺 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网红总动员 激励生活营 召集了全国各地网路红人 参与培训课程 并与国内各网红公司结盟合作 更壮大了大麻网路市场的力量 此外 Repeepo也在激励营活动中 完成了有50名来自全国各路的网红 一起参与的贺岁MV 《红红年》 这支音乐作品也引起了热烈的回响 并融灯了马来西亚YouTube热搜榜的 前三名 2017年对Repeepo来说更是重要的一年 Repeepo常年不断扩张海外势力的努力 也终于有了丰收 来自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 淘宝购物平台 也在8月份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让Repeepo正式成为了 淘宝在亚洲网红推广行销的 独家合作伙伴 也展开了一系列的推广项目及活动 包括了淘宝年度大企划 双11和双12活动 这两项活动的开案 让Repeepo一跃成为了 马来西亚网红及经纪公司的轴心 Repeepo也大规模地邀请 马来西亚各大网红公司 一同来共襄胜举 一同完成了双11和双12的 系列宣传推广活动 在亚洲地区大肆扩散网络势力 造成网络市场上的轰动 为顺应时代与新时代的网络趋势 Repeepo的网红们也积极学习 自制各类影片 提升了更广的触及率 更能渗透网民们的生活 当中最佳的范例便是 拿督赛Charles T 他成功让自己的个人专业 在短短的五个月内 突破了十万粉丝人数大关 也造就了好几只 突破百万观看次数的影片 成了许多网红的仿效对象 2018年 Repeepo将重金打造旗下女团 阿萌萌萌萌 特地拉队到海外加强艺能培训 进行造型改造 及筹备各项发展计划 并计划在2018年头推出首张EP Repeepo势必要带给大家一支 耳目一新的女子天团 请大家拭目以待 Repeepo一路走来 不仅制作网络节目 在马来西亚市场站稳起脚 成功与国内主流媒体 及各大品牌进行商业合作以外 也已经顺利将触角拓展到海外市场 在这短短的四年间 Repeepo开拓了中国、台湾、日本 以及各国的市场 并与各地区的娱乐业伙伴们联盟合作 更与国际厂牌商家和集团企业 进行各种模式的合作 而Repeepo本身的YouTube频道订阅率 突破了47万 而总点击率更是突破了2亿大关 在2018年 Repeepo也会继续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炮制更多的音乐与影视作品 推广更多的艺人与团体 也会继续为马来西亚 甚至是中文娱乐圈尽一份力 能有如此亮眼的成绩 Repeepo要感谢这些日子以来 给予支持的各大品牌与商家 媒体同仁 以及合作伙伴们 因为你们的协助 让Repeepo的每一步走得更扎实 我们在此至上最高的谢意 相信接下来的日子 Repeepo团队势必会持续茁壮成长 并带给大家更多的娱乐与惊喜 感谢各界的支持与指教 我们是Repeepo Repee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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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eepo